如果说你要让上面这个标签跟下面文字方块 要一起被移动的话 一起移动的话 特别注意哦 一定要是出现一只黑手 这样子的话两个才会一起移动 如果说你要个别移动的话呢 就是出现这样子的形状 那如果说你这边点住了没有 这样就分开来了 可是当然尽量还是不要分开 所以呢 如果说你要两个一起移动的话呢 最好是怎么样 在体重标签跟那个文字方块 中间那一条线的地方 中间这一条线会出现一只黑手 按住的时候就可以放任意的位置了 比如说你今天希望放在这里 它就摆这里了 那这个身高有没有 出现黑手按住不要放哦 它就可以直接让你移动它的位置 那如果你希望身高跟体重 可以对齐的话呢 你就点一下 这个姓名的地方可以 先把姓名的地方 先把它缩小 然后把它点一下 这两个选举起来 格式有个对齐 比如说这两个希望都向左对齐的话 这两个就对齐了 那当然现在两个一起选举 大家两个也会一起移动了 两个就变成一起移动 只要出现一只黑手 就是可以一起移动 那性别的地方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黑手的部分 那如果像这个地方 字比较不够宽 你可以把它移动一下 黑手的地方 一定要是一只黑手 一只黑手 视力的话也是一样 反正这个地方我想空间很大嘛 你就任意的放一个位置 然后呢 将来这个位置主要就是看的比较顺 比较顺眼为重比较重要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要继续来看就是说呢 特别注意就是说这个表单 它的结构呢 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表单手 一个就是详细资料 一个就是表单尾 三个部分 这三个部分呢 都很重要 比如说第一个表单手 表单手现在里面是空白的 所以你现在点下去的话 上面没有表单手 如果说我们今天呢 希望设计出一个表单手 这个表单手的话呢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呢 在上面做一个标题 怎么 有没有 就把它先拖拉 这个地方的话 表单手就露出来了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让人家知道 一进来就让他知道说 哦 这个是一个健康检查表 因为里面的资料呢 都是放健康检查表的资料 所以表单手的地方 要放一个 这个 一个一个 像是一个标题的 这个标题呢 叫做学生健康检查表 那首先第一个动作 你特别注意哦 就把表单手 跟详细资料这里哦 中间这一条线 你们按住不要放 往下拖拉 它这个地方就露出来了 上面就会有个空间 对不对 可是这个空间呢 我要放一张 这个叫做标题的图啦 那这个最简单的方式哦 那一般我们要做的 稍微漂亮一点的话呢 最好能够运用一些 所谓的影像处理的程式 然后你就把它打上去 学生健康检查表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呢 我想你们先试着 把这个地方先拖拉下来 那等一下呢 我教各位呢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然后呢 就可以产生很漂亮的一个 所谓的横幅的标题 我们运用的就是利用这个 Fotoimpact 11的软体 上面就可以加上一个 学生的健康检查表 好 先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